大家好 我是哈利 我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棒的演员 他在纽约 然后现在已经他那边比我们晚三个小时 然后非常感谢他这位Grace姐姐 那我现在就打给他 然后我们再跟他聊一些关于他的演员的工作 和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些情况好吗 那我打给他 去看我女儿 这都十年了 你觉得她还能认识我吗 小慧 她打给我 她打给你 我认识她 她现在是威娱我 你知道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的情况 你看就是大家都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你看你都 幸好你是有那么好的条件 你可以去山上 好多人是没有办法 但还得躲在家里 但你是躲在一个比较清净 又就也比较干净啊 比较环境也很好的地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疫情 对你的工作 就特别是表演方面的工作 影响有多大 就是等于就是这疫情一开始的话 就整个所有的production 全是在就停贷的状态吗 我有至少三个电影都取消了 就是原来原定是那个 就原来定下来是那个 三月到现在这段时间 然后有三个都没法演了 对因为当时有的 有两个是我自己虽然选上了 我就没敢去 因为那时候疫情已经开始严重了 严重的时候我就不敢坐飞机了 就刚开始的时候 三月份 三月份的时候 对对对 对 后来我又 有一个是在纽约拍的电影 那个导演也是看上我了 但是那我那是一号人物 但是因为疫情 他是没有取消 他就是往后拖了 拖到什么时候疫情结束 他还会拍 然后最近我又 有一个导演又看上我了 也是演一个比较主要的人物 这是一个 就是什么恐怖片 我还挺感兴趣的 我说OK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做 因为咱们玩艺术不能玩命 不敢 其实就是说因为 那个拍戏是一个 真的是特别密集的一个工作 所有的人员 几十个人 就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环境下面 那是很危险的 我就觉得特别可惜 因为我现在就是说 每次拍一个片子 我都觉得自己有一个飞跃 有一个突破 所以我期待着下一个片子 我再突破什么 我再不突破什么 可是这突然停止了 好吧 那那个确实是影响很大 那既然你就出不来了 待在家里 待在山上 那这段时间你在做什么呢 在山上根本也挺 也是弦不住的 因为我是朋友 也是在一年前 叫我上Facebook和Instagram 然后还要经常做一些post 这样的话呢 我一看那怎么办呢 我就开始做一些cooking show 就是做一些那个中国的那些饭 然后就post到Instagram 结果没想到那些外国人特别喜欢 然后就打信息来 Can you share another one Can you share another one 现在等于变成了一个responsibility 挺有意思的 有时候给他们share一点我的电影的片段 那之前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也在做 但是没有做那么多 然后这段时间就有时间了 就做了更多 然后好多人就等于是催根了 你知道催根的意思吗 现在就催着你要更新你的视频 我现在也不能让那 因为我现在在网上学这个电影语言 还有directing网上上课 然后呢我还在学 这个workshop这几天都是在做 明天还是后天就最后一点 就最后一天了 一个one week workshop the full day workshop 也是挺忙的 所以在zoom上学习表演 研究Michael Chekhov的technique 真的是一点都没闲下来 然后现在一点都没闲着 然后还写作 还写剧本 有时候还要帮助别人 别人的剧本拿过来让我看 然后我给他们建议什么的 所以一直就几乎就不闲着吧 再加上那个现在又不敢叫保姆 来帮忙 所以家里的活都是我干 哇那你一天 你一天24小时是不够的 那么多事情 不够 对睡觉 我睡觉挺晚的 有时候他们都睡觉了 我再开始写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 起得晚 如果睡得晚 我早上又起得着 是这意思 非常充实 我就太懒了 我一放 我一那个疫情期间 感觉是多出了好多时间 可以自己安排 但结果家里 一回到家 两个小的孩子 就完全就围着他们转了 所以时间也特别快 时间也特别快 对我也有小孩 老公也算是一个第二个大宝宝 所以也都要照顾 但是就是说 有的时候 你也有小孩 我那个小孩不演我儿子 那个 没有十几岁了 他那个演电影的时候 演的是17岁 但是已经是 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 就回家了嘛 还行 他们还可以 美国孩子还是比较独立的 是这样 最讨厌的就是 我一个一岁 一个四岁 我这个 哇 你一个小孩那是最辛苦的时候 对 特别是我 一个四岁 哇 对 特别是四岁这个 你老婆也好 对 他更辛苦 四岁这个呢 他他就特别那个需要你去陪他 然后然后他又不太懂 然后不会理解你的事情嘛 你不能忙你的事情 你得看我的 你得陪我看什么东西 我叫你干嘛 你得马上过来 哎怎么怎么的 是是 哎呀挺也挺辛苦的 我看你也有很大的ambition 我就是确实是还这个还要努力 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所以我我现在通过采访那么多优秀的人 那我就会更加有动力 因为听到他们的一些故事啊 他们的一些经历 那我觉得我我有差距 我需要也也反正我跟聊一次天 我也会能学到很多嘛 因为毕竟是很多东西都是聊聊聊 哎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的那个频道的名字也 也有个物嘛 哈利物 所以我我觉得就就那么回事 哈哈 对挺巧的 对挺巧的 我觉得咱们在海外的华人都是因为有一种 尤其搞艺术的一种passion 那个有自己的梦 有自己的梦要去实现自己的梦 我记得这个谁 安妮温侯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要想去实现自己的梦的话 就是一句话 show up 知道这句话 show up 这是其实 你现在就show up了 对对对 我现在其实说实话很多东西不成熟 各方面都还有一些缺陷 但是我觉得如果等到我都满意了 我估计我就人也老了 所以我得边做边学 边做边那个改进边提高 对我想这是唯一的办法 所以 对包括我做这个电影也是 就是说自己就先做了 做期间就学了很多很多东西 要解决问题啊 怎么样啊 如果你到学校去学过了几年以后 你永远都觉得 oh I'm not ready 是不是 所以 行动 行动就是show up 他们说有一个 还有一个艺术家说这么一句话 I'm not I don't want to be good I don't want to be bad I want an action word 是昨天我在那个班里一个老师说的 我一听就挺不错的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什么action word 就说就是说那个我是不是好我还是坏 我不要不要是当最好的我也不会当最坏的 但是我要当一个action word 就是要动起来 昨天我在课上说的学的还有一个我记得也是在课上一个老师说的就安妮汪吼说过这么一句话就说 while everybody decide they like your art or not I'm just go ahead doing more art 没意思啊 我记不住大概 exactly the word 就是说 你们是说我好与不好 我就做更多的艺术出来了 是对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去比的话你就永远都是愉快的永远都会大胆的去做事 如果老师说哎呀我我不如那个人我不如这个人 然后你永远都觉得等我再好一点我再去做那永远就没有 是时间就过去了你像我这个频道真的是两年我大概考虑了两年 然后在一年多前想到了这个名字 然后接着还是拖了这么久 然后疫情三月份刚开始 哎我觉得这个马上可以做了 然后你看还是拖到了六月 我六月八号 我觉得你这个harvey特别好 那我一定要把它做成brand 我一定要把它做成一个brand 我觉得是应该做一个演出公司 然后做出来一个brand 挺好 好的那有你的支持 然后多向你学习 要我支持就告诉我了 对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你看我们其实我们真的认识的时间很短 然后接触的时间也不多 我们还没真正的见过面 我们没有面对面见过面 但是我感觉我们已经是好朋友 然后你很愿意帮我 然后真的像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姐姐这样 所以我行动 然后有帮助的时候我一定要开口 对我会像你那个开口说 我需要帮助 真的我觉得确实像你这样的那个ambition ambitious的这种人啊 电影人真是很少的 就是说我只要看到就是类似这样的华人 我都会去想办法去支持他们 用各种办法去支持他们 所以的话我就说 不能再不自信了 再不自信就老了 所以你现在不管自不自信 你得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慢慢去做吧 慢慢去做吧 我跟你说啊 这个自信 每一个人都在心里边有自信也不自信 我昨天就是还头两天吧 在看就是无意中看了一点 那个就是mary 就是无意中吧 我就就看了一会儿 就是那个梦露 Marily Monroe 就连他因为这个人的自信是你在你做 做事以后就是build up的 做的你就越经验多了 你就越有自信了 然后你取得一定就是成就的时候 你就更有自信了 人这个自信就是在做了以后 and you prove yourself you can do it 所以这个自信是这样的 包括Marilyn Monroe 我发现就是他们一个朋友就说 当他在刚出名的时候 他是特别特别的害怕 他去那个acting class啊 然后到了以后戴个墨镜 他们说戴一个头巾就在后边那偷着看 然后看完以后人家怎么表演 然后就走了 后来说的那个 他特别怕 就是人家发现他不是有talent的 他是一个fake 他自己怕人家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很多人都是 对应该是多数人都有这种 我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能 对应该是多数人都有这种 而是就是说go ahead 就是说我能做 你就去大胆的去做 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 you are better than yesterday 对对 是的 是这样 对对对 一旦有一些事情给你了一点 小的成功啊 或者说小的进步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还可以继续再来 比如说你 你这个host吧 比如说你 你是以你的personality 你并不是说 我是那个 就是 就是说叫什么中国 现在叫什么 高什么大帅 有那新词 我都不知道 什么高大上 高大上什么的啊 或者是那种 现在新词什么小先生 我这离开大陆太久了 我都 这都是新词 然后呢 那个 可是 可是他们忘了一点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personality 会战胜任何的 那个 就是战胜任何的表面上的东西 对对 所谓的那个 小鲜肉也好 或者说是那种 高大上啊 高富帅啊 那些都是一个概念 一个形象嘛 那大家认为 那个都是 能够上舞台的 能够上台面的 但事实上是你自信的时候 你很自信的时候 你能表达自己的时候 每个人很特别的 个性的时候 那那个是真正的 让人 那个会会 感觉到 这个是一个很 真实的 很鲜活的东西 对 对 是 就是 现在中国也 大陆就是说 也新这个了 就是人要 真实 才那个什么呢 就是才能 就感觉 这是真理 真理 我觉得 我觉得你的 就是你的style 非常非常好 特别的natural 其实我想通过 做这个频道 给 有一些 跟我有一样的 想法的人 一些鼓舞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不一直觉得 不够自信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一直就 犹豫不前 那 我想跟我差不多的人 也有 那如果他看到我 也是这样的人 但事实上 你又 在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对他们 是一些鼓舞 就 越 越你起步 越低的人 你然后看到他进步的话 可能你越会觉得 这个是 哦 这是真的 这是可以 可以做到的 但你如果是 哪一个 已经是高大上 已经是明星的话 那反而 你觉得 难 他 他都经历了多少 才变成那样 你说多少 我都觉得 我很难像你那样 但是像我这样 那你很容易 因为比我好的人 大把 然后那个 你还没有行动的人 可能还 也是有很多 所以那 你看到我行动了 你看到我在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 那 你就自然而然 就觉得 哎 我也可以 我可以比你做的更好 可是你记住了 是有很多人 但是只有一个 哈维 叫做哈 哈 哈 对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人嘛 嗯 对不对 嗯 嗯 是做我自己 所以这点 啊 对就做自己是最好 是是 嗯 所以我 所以我特别的 那个 看到你做这个节目 我就特别高兴 刚开始还有那么多人支持 有你支持的话 我真的是有动力